《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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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不要按那个 《腋肉》 《腋肉》 欢迎回来新气现场 吃不完的东西你们都怎么处理呢 丢掉当厨余 以为可以做成饲料或者堆肥 但事实上有许多人都是将厨余 或者是盛食直接是当做垃圾 完全没有再利用或者是循环 我们带您来看的是有两位 在环保团体服务多年的年轻人 他们看到食物被这样的浪费 于是他们决定走出来 骑着三轮车用盛食温饱三餐的方式 在台湾各地来巡回 也希望能够用此机会来唤起民众珍惜食物 这可不是三轮车体验 车上的两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嗨 Apple 我是Apple 我是凯薇 其实这个是我们上的第一个像媒体 就是电视报道的 那其实有时候媒体他们在报道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 所以常常可能会跟现实有一点脱离 那其实就像刚刚提到 我们其实不是在环岛 我们其实只是在四处流浪 然后也在推广生死议题 但其实也不是这一趟旅行 它的主要目的 对 对 然后我们也没有在 什么环团服务多年 没有啊 误会了 对 就是媒体很喜欢 对不起哦 如果现场有媒体人在的话 但我必须要想要陈述一个事实 或是一个重要的讯息是 给大家就说 就是当你接收到一段讯息的时候 你是完全不思考地将它照单全收吗 或者是你可以稍微想一想 所以我才想要讲这件事情 我们也没有环岛 我们也不是像苦行僧一样 误会了 对 我们是很愉快地在 就是到处流浪这样子 那圣食的议题是 我们关注的许多社会议题 环境议题的其中之一 好 那为什么要处理圣食的问题呢 这其实要讲到就是 我们其实常常会忽略 就是平常可能会去不小心浪费的事物 当然我也知道大家可能不是故意的 对啊 那其实光是在就是 国际地理协会他们在2016年就有统计 其实光是在台湾 每年就有2000万吨的厨余 那其实这些东西加起来可能就有41个便当 这么多 一年哦 对 那其实这40个便当可能可以供应我们 就是台湾可能有400万人就是每天都不用买东西吃 对 其实还蛮多的 对 然后其实我相信像这样子的数据我们可能就是在网路上这么发达的就是现在是很容易就可以捞得到的 可是在当初我看到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 我是非常好奇的 我说真的吗 真的那么严重吗 所以我就决定在某一个时节 诶 是差不多去年8月吧 对 然后就我正好 因为我本来就到处在流浪 然后我就正好回到台北 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好 我要实际的试验看看 肾食的问题如果真的这么严重的话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对 然后就是我在回到台北的就是这段期间 我就是没有花任何一毛钱 就是靠吃肾食 就是度过了在就是台北的这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哇 真的超沉重的 就是肾食的状况可能是比你我想象的都还要严重 或是还要实际 只是平常我们并不一定感受得到 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实验 那我所做的社会实验就是 这个是上面是我们去某一间百货公司 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坐下来 然后就是现场有肾食 就是像这样 你可以看到照片上这样子 就是吃一半啊 就丢在桌子上人就跑的那一种 我们就真的坐下去 而且真的吃了 还蛮好吃的 但是很多 而且当下我们其实吃了大概有六个人食物 然后之后就打包了一份回去 而且最后一份几乎是完好的 对 那其实当下我们想到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主动的行动 来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 像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街上遇过 像是某一些减肥机构会常常挂一个banner 上面写的就是我已经减重22公斤 那就是要减肥的请找我这样 对对对对 那其实当下就是因为我们想到了一个这样的banner 可是我们又没有材料去做这样的东西 那就很自然就是不小心就成立了这个社团 那就是我们目前去做像这样的圣食交流去做出来的 嗯 那那个社团就叫做盛食终结者吃不完找我 就是我们就想像说 如果我可以做一个banner过来这边 然后去百公司坐下来 可是你吃不完就可以拿来给我 然后我们可以发展这样子的团体 就像一些很邪 不是 一些团体很嗯 对 然后就是我们坐下来 就会有人拿食物来给我们吃 他吃不完的这样子 然后到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做这个实验 其实是希望可以让大家 或是分享这个实验是希望给大家 就是更有意识的在我们的实意住行之中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买消费任何东西 不管是生活中的任何一环 大部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就像你进超市 你拿起一包饼干 你会先看什么 价钱 还有除了价钱以外的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CP值高不高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谁代言超就是超 fashion 的 我一定要跟进一下之类的 可是有人会关注说 他背后的成分吗 那一串大悲咒到底在讲什么 或者是说他用的这些成分到底代表了什么 当你坐下来吃这顿饭 你吃不完你轻易地丢掉 为什么 你有看到就是 这份餐点里面 背后的辛苦或是代价吗 不管是环境或是血和人力之类的 可能是没有 所以我们会希望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 盛食的 就是相关的行动 就是当下真的觉得 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 那于是我们就 创立了一个社团这样子 对 那就是想跟大家讨论说 那这些食物浪费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社气流的 就是制作的土 因为它蛮完整的 所以就借来食用 那其实大部分会做食物 会有食物损失或食物浪费 这除了在生产的过程 就是譬如说 过度生产 因为可能现在中息啊 或者是现在很红啊 然后我们就农夫抢种 结果种了之后就导致 就是大量的崩盘 然后就是到最后 你采收的成本根本不符 那我就怎么样 就只好把它全部 缴掉这样子 然后就会造成 就是可是你已经 甚至像惯形农法 你都已经就是农药什么的 就是涂胎了非常多森林了 我不好意思我讲坦白一点 对 然后你花了这么多能源水肥料 种出来了结果就是全部都 就是复制已绝 而且就是甚至有些是不可再利用的状态 那食物浪费的部分 就是大部分是来自于餐厅 卖场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消费者本身 那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实际的经验跟状态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这是我们在就是台中的一个就是 盛食餐厅叫七喜厨房 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有去收一些就是市场打下来的就是蔬果 这样 然后我想大家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这样的蔬果可能没有人会要吃吧 对 可是其实就是这是一个迷思 我们很希望可以就是做一些突破 那我们就把它料理 其实都一样好吃啊 就是在盛食餐厅里面这些东西 最后你销一销 煮一煮 都是一样的 可是实际上现实的状况是 这些丑属果如果没有我们来 或是有心的人来去做处理的话 他们就是浪费掉了 就是这40亿个便当的就是原因之一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像餐厅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社团有人拿出来分享的 就是可能这一天他以为有100个人要来吃 可是其实只有50个 然后剩下了那么多怎么办 我们员工可能也才10个5个 我们吃得了那么多吃不了 那就是打包带回去可能也消不完就放到坏掉 这也是餐厅很容易会就是发生的情况 对 然后这就是餐厅它对于就是自己的客源啦 或者是采买啊没有做好就是一些控管的部分 产生的浪费 所以其实不好意思喔还是直接一点就是 所以其实我们还蛮不喜欢就是自助餐的 就是buffet啦 buffet那一种的 因为它就是为了你always有得吃 所以它就会准备很多的量 然后最后导致就是直接丢掉 甚至像我的朋友在餐厅在五星级饭店工作 他甚至会有像预备桌的处理 然后那些完完全全就是新鲜好的 一口都没有动过的 只是因为没有来就是预期的人数 他就这样非常直接的倒到垃圾桶里面去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对 然后这是在消费者的部分 就是有时候 诶 大家开趴很high啊什么之类的 这也是在台中 也是我们社团po出来的就是圣食照片 大家很high就是开了一个趴 结果点了超过自己能够负荷的量 最后怎么办 其实如果不是这个社团 我们把它带回来的话 结局还是一样 然后可能就丢到厨余桶 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诶 可是我有丢厨余桶 没关系吧 也还好啊 它终究会成为 譬如说喂猪啊 或者是堆肥 但是实际上 现在台湾的状况是 我们的回收率10%以下 大部分都只是拿去 就是直接烧掉了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 好好的被利用的这样 对 然后这个就是 关于过期的食物 然后这个是我们 我昨天就是在我们的社团去收集的 大概是五个家户 五个家户的量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 希望给大家看一看 这只是五个家户的量喔 然后等一下 就是等一下我们在就是休息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拿出去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 就是试着看一看它 还有试着去吃吃看它 就是它虽然 它这个可能是过期两年 可是它只要没有受潮 没有打开 没有被咬破 为什么它不能继续吃 我想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 然后邀请大家就是 嗯 可以来吃吃看这些 这些全部都是过期的食物 而且它只是仅仅五个家户 有些还是就是非常棒 知名品牌的 就是饼干这样子 对 然后也许我们都可以回去好好面对我们的那个厨房 或是我们食物柜里面的食物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这样 对 那我这里想到或是 嗯 我觉得 有一个就是 大家会跟风 团购 诶 这CP值好高喔 所以我们就要 赶快来买 或者是我既然都已经出国一趟了 我不买不行 就是用力少 对 结果就导致就是 就是大量的就是盛食出现 然后这是 也是社团里面的就是 煮太多了 妈妈的草米粉 对啊 对啊 就是其实在一般家庭有时候就是人比较少 然后有可能会就是煮就是一大堆 然后吃不完 那就是 对啊有时候心血来潮 对啊 这是其中一个 嗯 对啊 那好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 盛食的问题 那是谁 应该要来处理 或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是弱势团体嘛 因为在我们的社团里就是 常常会有像这样 关于这样的讨论 就是说 哦我们应该是可以集结这些盛食 然后去捐给弱势团体啊 或者是说 当这个讯息po出来 有些人就是说 哦 可以比 就是找 比我更有需要的人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 那个台南的时候 我们去跟一个餐厅合作 我们把 盛食拿去送给街友 但实际的状况是 我们全台湾 可能才就是三千五千的就是街友 真的拿到他们面前去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食物 等着要给他们吃 其实他们不一定真的想要吃这些东西 或者是 当我们要把食物捐赠给慈善团体 或者是弱势团体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还 就是并不一定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对 其实就像刚刚有提到 我们每年去制造这么多盛食 然后供应可以就是让四百万个人 是可以就是完全不去做任何消费 然后是可以稳保的 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去消灭这个盛食的 就是权利 也有这样子的义务 对 对 好 那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社团 我们目前有五千个 对 然后就是还算蛮热络的 就是有些圣食状况甚至是非常好的 像这个样子 虽然有些是过期 但有些是新鲜的 譬如说便当订太多之类的 对 然后就是你可能手脚还要快一点 就是才抢得到这样子 对 然后 就把盛食吃掉吧 各位同学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我真的有时候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桌上一盘餐点 你一定要留一口呢 为什么 显示你小鸟味吗 或者是这样子 或者是留一半不吃 显示你的品味高 这个食物 没有资格进到你嘴里这样子 对 那 不好意思 回归到源头 还是希望可以有意识的去消费这件事情 希望你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说 你吃的这些东西 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对 然后 不管你可以做些什么 做就对了 就是 就是 像我们创立这个社团 其实也算是 无心插流流成音 但是 也很庆幸当初我们有这么做 并且曾经努力过 如果这件事情 不管是 这事实上任何事情 只要它对你是重要的 你在意的 欢迎你可以去 就是试着做看看 对 然后 然后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 就是呼吁大家 就是关于政治上面的参与 因为 其实政治是众人之事 然后 你的食衣住行 甚至你吃下的一碗饭一粒米 对 然后甚至你的劳动环境 你的生活环境 你的福利 都是 全部都是来自于政治 然后 你不关心它 你不在乎它 那它可能就会随便的玩弄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会呼吁大家 如果这件事情 对你是重要的 这个议题 对你的人是重要的 对 就可以 让你的 选区的民意代表 知道你在乎 越多人在意 众志成成 我们就有可能 做到 就是推动的改变 对啊 那最后就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 现在其实有很多社会问题 包括是圣食议题 我相信没有人 他的就是 教育背景啊 是会跟你说 我们必须要浪费事物的 当然我也相信 这样的事情 它之所以会被 就是 演变成这样 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 就遗忘了 那希望在大家就是 往后的一些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 十一住行 任何一个小细节 开始灌注更多的意识 那希望就是 让我们的世界可以 改变得像我们希望那样美好 那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有人会帮我们说吧 哦好 有人会帮我们说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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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